新加坡 我是Uncle Jimmy 今年73歲 賣了15年雪糕 新加坡是亞洲前三個最快樂城市 平均壽命是82.7歲 雖然法定退休年齡是62歲 但60歲以上 會被稱為樂陵人士 因為政府採取輕福利政策 鼓勵大家自力更新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會繼續工作 活到老做到老 73歲的Uncle Jimmy 正正是一位樂陵老人 因為以前是駕駛的士 駕駛的士變得顏色不太好 晚上就申請這個 政府申請這個牌 賣雪糕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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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味 榴槤 香蝠 粟米 這些 這些都是好賣的 這些是一個星期 賣5天 在這裡 一個月賣20天 賣多賣少 一個賣雪糕的伯伯 看來好像很平凡 但其實Uncle Jimmy 早已成為新加坡的Icon 因為他每年生日都會免費派一千個雪糕 吸引很多人來跟他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他像是一個Icon 在新加坡的Ice Cream 所以所有人在新加坡都知道 誰是Uncle Jimmy 所以我們作為新加坡人 我們必須支援Uncle Jimmy 只要我們可以 也希望他有好救 所以他可以做這份喜悅 初一年就派七、八個 下來就一千 今年是我的年 朱年 朱年就派二百多千二 你留幾歲開始派 七十 七十 七一、七二、七三 第四年 沒什麼了 HAPPY HAPPY 施比壽更有福 Uncle Jimmy只是一個基層人士 不算富有 每年都堅持這個生日善舉 除了想大家可以得到快樂 原來背後 是藏著一個 傷口 我看到到時都坐在我後面 有時候兒子那些會療我們 誒Uncle Free 他就說 等下三天才讓他給你 離開 Glass 95 Gin An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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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未曾開始 他在哪裡 他就走了 太太走到很久? 4年了 你突然這樣走 我就這樣照 照幾個來 年年地逼 她 太太的離開 雖然帶來很大的傷痛 但反而令得Uncle Jimmy 每天努力延續太太熱心 和工作人員的精神 我剛才看到有個年輕人 他沒有生紙 他只有五十元帶子 你不收他的錢 我都沒得罩給他 那些有時候有的 小事 雖然 Uncle Jimmy 並不再負責不賺錢 但73歲的他每天頂著炎熱高溫 手腕都勞損到隱隱作痛 但他 他選擇繼續親力親為 到底是甚麼原因令他永不言憂呢 我看得很開心 有事做 政府給你做 做到你不做就收回 又沒有理你 計時做 一做就做 你不做 在家裡就很悶 不知做甚麼 做得就做 希望可以賣多幾年 每天賣細都是開心 對 Uncle Jimmy 這種樂靈老人來說 賺錢和快樂 他們會選擇後者 既然人生在世 世事無常 趁有心有力 盡點勉力 令大家多點歡笑 就是他最大的快樂 我小的時候 每次都覺得 我一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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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選擇 做得很開心 亞洲前三個最快樂國家 新加坡 同時也是一個西法國家 大部分人都有屋 有工作 然而 卻有一幫被遺忘的新加坡人 每天都在不被認同的生活中 失去承認自我的權利 他們是 同志 我是Leon Marcus 从小就有一个设计 一旦一旦我扶着一个女孩 我扶着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女朋友 另一旦我扶着 这是我的男朋友 从小学发现自己是相性戀 Marcus的成长过程 都是被欺凌之中度过 在学校我会被人家欺负 我的声音有点高 有点高 所以每个人都会说 Oh my god 他是一个男生 可是他双来的Britney Spears 人家在厕所欺负我 我用洗衣服 他们把我扶着 推着我到桌上 让我生气 把我扔了纸纸纸纸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你应该去死 因为你很清晰 你很嫌疑 你很嫌疑 很多人说同意无忌 但很多歧视和欺凌 正正在成长过程中问押 正正在成长过程中问押 有很多讯息在学校 在学校的讯息 这会影响了我的学校的学研究 我患上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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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 这些年龄的疯狂 我还有疹瘩 但我很好 因为它含了很多 它显了很多 我的音乐 我创造了很多 我创造了很多 我创造的东西 要起不被认同的世界 认同自己 音乐成为了 Marcus的情绪出口 除了音乐 他开始更加勇敢地做自己 有时更加会穿起女装 因为在他眼里 男人和女人的模样 是不只有一种 男人可以像女人 女人可以像男人 你懂吗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当我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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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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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妹妹 一直都很支持 因为当我穿衣服 她会觉得 对 对 对 她一直都很支持 我的妈妈 但她很支持 现在她觉得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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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us的勇敢 除了拯救到自己 亦都深深影响到 身边的朋友 Leon一直教我 成为自己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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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背包 那么 你怎么能够 让别人的背包 对 虽然 Marcus努力感为 童子发声 亦都身体力行 令大家接受 每个人的不同 但在新加坡 这个国家 童子 仍然是一个禁忌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他们各一边 之间的 性行為 、不論如何 不論如何 会。 我不論如何 不論如何 交易 我不會說不愧 而被訴求 在陽光 四国之名 是日本的 之一 真無利 从中的財政 和商標 並且自由 和民主自由 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 大家好 你们好吗 我是哈卡老师 哈哈哈 全球人口老化 但很多老人都因为生活和健康而沮丧 很多国家的老人都出现自杀或抑鬱问题 但在新加坡这个哈哈俱乐部 每星期都有一群老人聚起来大笑 看下去就像一个邪教聚会 但这里却为很多老人带来很多欢乐 我的名字是Belise Angela 我是认识Lafa Yoga教授 我已经在40多年了 我的名字是乡人 哈哈哈哈 我们开始了《笑乐园》2010年 我邀请了这些年轻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笑乐》 他们说我只是说笑话 说起大笑瑜伽 大家可能会觉得和平常的瑜伽一样 会做不同的高难度伸展动作 但《笑乐园》的大笑练习 却是意想不到这么简单 我们做的行动 就是洗脸 在早上起床 洗脸 洗脸 单看画面或者你会觉得很奇怪 亲历现场奇怪感也没有减退 但原来这个快乐大笑的活动 是源自于老人家面上漸漸消失的笑容 在2010年 我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很多年轻 如果你看到孩子 他们在玩场 根据科技 孩子笑得比较五百次 但你长大 他们不再笑 因为他们不再笑 因为他们长大 他们不再笑 所以我认为 这种笑容应该继续 而这个《笑乐园》的成员里 最大年纪的是 91岁的保育婆婆 今年91岁 为什么你会来这里笑? 看好 看身体好 看我们好了 哈哈哈哈 如何对你好? 对我们笑得我们心开 除了每星期一起做大笑瑜伽 Felice更会举办活动 令长者可以走出社区 认识朋友 访问当日 Felice自费订了一格旅游巴 带他们去喂止毒物和午餐 政府有这些 HDB rules and regulation 表示他们有 某些区别的区别 在区别的区别 因为当你从不同种类型 你经常避免 因为你不懂语言 你不懂语言 那些不同的两种类型 在一起 他们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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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这种大笑精神 大概是每个人与生俱来 但生活上的种种 令我们连笑 都不记得怎么笑 区别的犹案 都有了 有一定的变化 如果增长的东西 人人不认为 与生俱ées 当你有那个 能力的有肥 就不离 许不不愿改变 我会勒劝他们 每个人都会笑起来 甚至笑